我已經把他關了,昨日可以開始的,我把他關了,不好意思,陳文勤,不好意思,我幫你關了。 哲智,可以講了喔? 但是,麥多峰沒有開。 好,現在開了,現在有聽到嗎? 餵,現在有聽到嗎? OK,沒問題。 好,OK。 好,先感謝各位學員貼的這些作品,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教學上還有什麼缺失,有什麼漏掉,沒有講的。 我看了很多作品都非常精彩,那有些瑕疵,有些圖上的瑕疵其實不是教學上的問題,或者是學員沒有注意到,其實就是他的軟體學線。 那我就是會在這邊提醒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同學的作品,他的光影就非常精彩。 那,可是我們通常,我們習慣上都會抓到問題的,才會,然後知道怎麼改進。 像這個案子的話,它是因為是大片的帷幕玻璃嘛。 其實我們AI匯圖的時候,最常見就是那個線啊,沒有對齊啊,或者不止這種,這種瑕疵。 這個在SD1.5的時候,其實是很難克服的。 包括XL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我會,我們有時候會加提示詞,會加一個clean line啊,就是,然後在負面提示詞,會加一些什麼,什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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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r line,或者什麼, 找毛邊這種提示詞,來多少修正一些問題啦。 但是這個還是,目前還是很有限。 那這個,那這個在XL的問題,其實我試過很多次都無解。 那,顏老師,下一堂課的顏老師,他習慣用的是中國的,有一個,有一個1.5的模型。 他習慣那個,他會,他覺得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這個,這個光影呢,我覺得很漂亮,就是說,我有時候也會習慣上喔,在, 在提示詞上,加一個,這個關鍵字叫做,Golden Out,就是太陽下山的那個時間,他的光影是很漂亮的。 黃金時間,Golden Out,然後就會產生一個黃,黃昏的時段,那個,呃,燈光已經開了,然後太陽還沒下山,這種漂亮的光影。 我想這個,同學應該有這個技巧,然後可能,可能他還有加上一些倒影的,倒影的提示詞吧。 像這個,有點倒影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這個,現不值的問題,其實不是,不是,這個其實就是基本上,他那個,模型訓練的問題。 不過這個,這個看以後,這個不是我們能力所提的,這是大模型那邊訓練的問題。 可能看以後會變好一點,這個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但是這個光影就還是很漂亮,倒影就都有出來,這個很漂亮。 然後這個也是,這個也是玻璃圍幕的問題,就是玻璃圍幕線不夠直的問題。 這個我們只能夠,等下大模型做修正。 好,那這個也是比較多的,比較多的線。 然後,這個,這張圖上面用了很多人跟樹齁。 嗯,其實因為物件太多,AI處理的也是,通常都不是很影響。 然後包含這個線不是很清爽。 然後人也是,嗯,這個我一般都會加上no human,就是在那個,no human就是不要有人物出現。 我一般習慣上是這樣子。 那這個同學應該是有加上reflection這個關鍵式,讓它產生倒影。 這個也蠻漂亮的。 好,那這個,我覺得能做的都做到了啦。 那個做不到,那個其實是大模型,那個只能夠,我們只能夠等看看。 那這個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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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暗比較小的話,就是它的線都比較沒有出現什麼瑕疵。 那樹的表現,樹葉表現也都還OK。 這個應該是用中式的那個模型吧,應該是。 然後這個應該是,這個應該是室內那個。 黃老師,不好意思,剛剛那個,我有問他問題。 可能我們今天晚上上課的時候,特別湊這張來講解一下。 因為他有兩張做得不錯。 剛剛那個中式庭園那個。 謝謝,晚上,謝謝。 好,我們到時候再來,晚上再來操作一次。 那我現在只能夠說,有些問題其實不是學員啦,是真的AI模型就是有這個問題。 像這好像也是有點有點線不太清楚的部分。 然後植物表現都還OK。 這其實都是模型的模型的製作的東西。 好,那這位同學有玩了一個fancy的東西。 這個好像不是我練的模型,完全沒有印象。 那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做得很fancy嘛。 那但是到時候,我們還,我們因為是建築,建築行業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歸到設計上面來。 那我們今天晚上實作課程呢,就會讓我們,就會,我們就會做一個量體的,量體的圖。 然後讓他去做,用那個建築物的圖,產生外框線。 對他的那個量體做限制。 然後再去轉換其他風格。 然後甚至或,會再可以,也可以再放快限制。 然後再讓他產生一些齊全方案。 那這位同學玩的是動物。 那動物一般我是很少做啦。 那我這裡有個老師,他把自己家裡的寵物啊,他家狗啊,拍了很多張照片。 然後做了一個LORA模型。 然後他就可以隨時把他想,把他家那隻狗,他已經死掉了。 他把他做成一個模型。 他就可以隨時把他做,產生出一張圖。 然後可以甚至把他轉成動畫。 他蠻想念看這狗的。 我想這個,我養過狗也是有這種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因為我們建築的話,他們都是做擬針的圖片。 那這個其實是有點換材質吧。 用食材。 我覺得這個動物的話,一般沒有人在練模型。 那我覺得可以再轉換成動漫風的,轉換成動漫風的模型試試看看。 你看他那邊變化性可能會更多一點。 好。 那這個,因為房子比較小一點。 所以他的磁線都是沒問題。 植物也是都很豐富。 這個大致上是看都是OK的。 好。 那這個,這個張啟民建委是有問我,欸,我會練那個什麼, 他的風格啊。 之類的。 其實他的風格我並沒有練那個模型。 那因為他的那個,他其實你要那個做那個曲線的話。 你用提示詞就可以做得到。 不需要特別練一個模型。 那一般我會常用的是加一個Curvy的動作。 Curvy,它的建築物就開始產生一些弧線。 所以在AI繪圖裡面呢,曲線通常是沒有問題的。 通常比較困擾我們的是直線。 直線反而是最難生成的。 那這個房子因為大概是三層樓吧。 所以直線上也沒有問題。 我鏡像到大概要七、八層以上。 那個線要對著直就很麻煩了。 但是在四、五層樓以下這個直線還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有點像Golden Out的那種太陽下山的部分。 那也許水面再加一個reflection。 濕的道路,然後這個光影就會再反射下來就會更漂亮。 好,那我想說這是AI一些常用的問題。 因為這個還蠻有意思。 可是它這個融合兩個材質。 這是怎麼變什麼半道的?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的模型通常都是一個材質。 這融合兩個材質。 這個同學可能有超前進度。 但是我們今天會來講解一下 怎麼樣讓兩個風格的建築物把它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明顯的是兩個風格。 但是那個也是要試了規定。 好,那這個就是。 這個是那個時候叫做圖聲圖吧。 圖聲圖的變化也變得有點。 這個其實Denoise下的比較高。 所以它造型不一樣。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會用CtrlN來做更精準的控制。 還有跟那個材質的控制都可以做到。 那這個也是有點像T選方案的感覺。 就是從一張圖產生不同的T選方案。 我CtrlN也會做一次給你們看看。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那圖聲圖的話, 因為它是從一張圖去產生的不同的方案。 所以它的材質會比較類似。 但是我們CtrlN來做的話, 它是把這個圖上的材質資訊都把它取消掉。 就是不要它的材質資訊了。 所以它的材質變化會更加豐富一些。 這我覺得都還不錯。 這個我猜應該是用Postmodern的模型吧。 這個同學使用完全都用提示詞。 提示詞去做的。 這個Laura模型好像是其他人做的吧。 然後提示詞是個樣子。 因為據我所知提示詞的設計師的風格, 他們在大模型裡面一直都有在練。 而且是現在Plex3的模型。 它有內建兩個文字處理器。 那最新的文字處理器, 我記得好像已經到數十萬個設計師的風格都可以。 比如說這個圖片上, 它有打上Michael Grave, Mario Bota, Postmodern。 這個如果可行的話, 這也要大模型的訓練時候, 當時有把關鍵式訓練進去才行。 這個我不太確定。 這個同學用的是比較不是關鍵式。 他是用比較自然語言的做法去做的。 這個同學可以試試看看。 這個我沒有把握。 這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不太確定現在AI模型裡面訓練的藝術家用哪幾位。 我不太確定。 這都要試看看。 好。 那這個如果到時候是做量體變化嗎? 嗯?好像沒有交到這個量體變化了。 這個我們CtrlA會再做一次。 好,那這也是同學家的倒影。 所以他的光影就變得很有變化。 然後這個曲線也是都比較沒有問題。 自然景觀跟曲線在AI處理的都蠻好的。 直線部分通常我都看了都會捏一把冷汗。 因為實在是沒把握。 尤其是在高樓層的時候就比較糟糕。 這張圖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然後在自然景觀也是都ok。 好。 好。 那現在我一看到這個帷幕就會怕怕的。 因為帷幕通常我很怕這個線不止。 那這張同學圖比較小張看不太出來。 這個好像也要等他們克服了。 這個我們比較沒有辦法處理。 好。 這個同學的話就是他這個線不止的問題在這個狀況就比較嚴重。 這個可能可以加一些Cleanight的做法來做。 或者是大時候你問一下岩老師他常常畫帷幕的圖。 他用的是哪一個模型。 他用的好像中國那個模型。 那個模型是處理帷幕處理比較好的。 這個可能會這個狀況我會建議要換一下模型。 換一下那個大模型。 好。 那這個也是這個蠻頭痛的。 這個圖幕玻璃。 這個好像還OK。 好。 我另外看了。 我記得有個同學。 他是貼出那個。 那重點啊。 他就是鏡頭要大。 然後線材開始是ROP的。 因為印線的話他通常會有一個方向性。 所以如果你往下放的話, 他就會往一個方向走。 你把他垂直往下。 那如果我視角是廣的話, 那我才可以一口氣看說。 誒。 好。 那我再切到這邊來看。 這個同學的模型。 這個是應該是未來風那個模型。 那個是因為AI處理曲線其實都沒有問題。 這個效果都是比較不會出錯。 那另外同學好像已經有切換到這個手繪風格嘛。 這個手繪風格我練的時候其實有一個經驗。 我當時這個是在PIN去找到一個建築手繪的專家。 他他的圖把它訓練成模型。 但是我覺得我訓練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 但是那個手繪的專家, 他也已經開始轉到AI繪圖了。 所以他是用手繪的技巧轉繪到AI。 那如果各位建築師, 你們如果手繪有很好的技巧, 有很有自信的話。 我覺得轉到這條路是轉到AI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在顏老師的課堂上, 他會主講就是修圖跟手繪轉AI圖。 那如果有建築師對手繪有把握的話, 可以用他那個方式來試看看。 好。 那這個看到我, 我看到垂直線就怕怕的。 因為AI處理的不是很好。 一看都會怕。 他在室內的話都OK。 那這個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講說我們室外圖, 我通常會加上一個golden hour, 就是那個太陽下山的時間, 讓他光影產生更漂亮的變化。 可是這個如果是用在室內化, 他會產生一個叫做提示池污染的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在一張室內圖, 你如果加上golden hour的話, 他會把那go的特別提出來當作一個提示池。 就變成不是黃金石刻。 他就變成說, 這個室內的有些物件會變成黃金色的。 所以他是一個提示池污染的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可以再把它denoise加大一點, 讓它變化更多一點。 那這個風格。 這個建築物歐洲風格, 我最近有在增加一些模型。 最近有增加Art Deco的風格, 還有新藝術風, 還有什麼法式風格。 到時候可以試看看。 目前是只有歐式風嗎? 這個有點卡通畫法。 這個應該不是用我的模型了。 這個可能是換大模型來轉換風格。 好,那大概常見的問題就是這些其他作品。 我覺得這次都很驚訝, 我覺得都很好。 所以我這幾天要趕快去準備一些簡報, 讓大家講到更仔細一點點, 能夠更快的上手。 好,那就感謝各位同學貼的作品。 讓我們知道自己的, 自己教學上有還漏了哪些東西, 沒有講到的。 我們自己還,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回饋, 再做加強。 好,那以上是我們這一班同學的作品的解析。 那非常謝謝。 那希望說胡志科技, 你們在對外announce的時候, 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我們金融師, 在你們所教的很多不同單位的領域來講, 我們是勇於嘗試, 而且我們做的真的是比別人還專業的。 這一點麻煩那個技老師, 你在學文稿的時候, 跟學廣告的時候, 特別強調這一點。 把我們金融師做一個, 謝謝。 好,謝謝各位金融師的東西。 我會再做一些改進, 像上面常見的問題, 有的是不是在, 有的我還在解決當中, 有的可能要等別人解決。 好,那我們, 我們今天課程重點就是control內。 那上次我們已經試過圖生圖, 我們也可以產生一些變化了。 那我們今天會在control內, control內會更精準的控制。 更精準的控制。 好,那我現在把我的, 切換到簡報。 切換到簡報怎麼寫? 切換到簡報怎麼寫? 我等一下。 嗯,切換到PowerPoint。 你就直接開。 PowerPoint。 這樣可以嗎? 好,再分享。 分享怎麼樣? 你要用桌面分享。 我要怎麼按桌面分享? 嗯? 怎麼會? 後面東西。 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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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接下來今天的課程, 我先講一下上次的課程的補充。 上次我們課程, 在講解當中, 有講了一些AI的理論, 跟AI繪圖是不一樣的。 其實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有解答, 就是說, 像我同學經常有很多建築師, 或者工地人, 他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那AI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什麼? AI可不可以幫我做顧架? AI可不可以幫我畫施工圖? 那這個答案是有點, 有點, 有點, 嗯, 不好講的, 就是說, AI的繪圖, AI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AI繪圖, 對, 就我們就講它叫Stable Deputation好了, AI會叫Stable Deputation, 那AI的話, 大語言模型的話, 其實它有學習能力,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AI巨頭呢, FB啊, 谷歌啊, 什麼, 特斯拉, 微軟啊, 他們是因為他們募集的資金實在太過龐大了, 他們, 我猜測他們在短期之內, 都對建築AI沒有興趣,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 他們是可以辦得到的, 但是他們如果要做的話, 他們要投入相當大的人力, 然後回收又很有限, 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是都不會再做這一塊, 那上次看到一個影片, 他一個, 一個專家講過, 他說, 嗯, 嗯, 在工作上的AI呢, 目前他推測五年之內, 只有機器人, 跟自駕, 會有人做, 其他的都, 不太可能做得到, 因為他投入的資本太, 太巨大了, 所以如果同學問我說, AI能不能做什麼,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估計五年到十年之內, 建築的專業領域AI, 應該是沒有人有興趣去做, 那我覺得可以看一下那個, 就是AI這個幾個巨頭啊, 跟Autodesk這樣有資金的公司, 看他們會不會去做, 會不會去做, 如果他們做的話, 大概就會有其他, 其他小公司要來做這個東西, 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他投入資本實在太巨大了, 所以AI能不能做什麼都可以, 會不會遇到, 可能不會, 我們這幾年大概都遇不到, 那AI匯圖呢, 我們上次講過他的匯圖理論, 他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單純, 他就是混圖, 他不懂3D, 他也不懂結構, 甚至不懂交通規則, 他就是混圖。 好, 那, 所以, 以我講的繪圖來講, 其實他的局限性就是非常大。 好, 那我講一下我的, 這個AI的這個旅程, 我想很多建築師都跟我一樣, 一開始就投入這個領域, 覺得很好玩, 那我把我的領域, 把我的這個經歷分享一下, 大概在前12月的時候, 出現了Meet Journey, 那時候大家AI剛開始, 然後大家非常好奇, 然後我一次上網試一下, 效果還不錯, 可是因為我們是做建築的, 或做設計的, 我們都會覺得, 那這個東西要跟我們設計的理念, 又有做相結合, 我才能夠講解我的設計, 如果一張圖很漂亮, 但是我不能夠做任何講解的話, 這個圖是沒有價值的, 我沒有辦法, 我是要賺設計費, 我不是賺繪圖費, 圖漂亮是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測了一下之後, 大概只測了幾十分鐘, 我就停止, 就沒有再測了, 因為我覺得跟設計好像沒什麼關聯。 好, 直到大概過了四個月之後, 然後去年的四月, 後來出現一個東西叫ControlAid, 就是今天我們要教的東西, 然後它可以利用一個3D的量體, 來做不同材質的變換,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是用別人的Laura模型, 然後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對設計比較有用, 我能夠注意做一個3D量體, 然後再把它換成不同材質, 這樣至少跟我們設計是比較有相關的, 比較跟建築有點關係。 然後我要自己再找一個室內的東西來畫, 這個上面這張畫是一張手繪圖, 剛剛那張是一個3D圖, 然後這次我找一個手繪圖, 它也是可以的, 我換了很多Laura模型, 不同風格的模型來測試, 都是可以達到還可以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 建築師來去做AA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有幾個辦法, 一個是用3D模型, 一個是手繪, 那岩老師的部分, 它是會教導你們用手繪的方式, 來產生AI圖片。 那我個人因為之前是做3D的, 3D動畫的, 所以我的習慣會從3D模型來入手。 好,那經過這些測試之後, 然後我又繼續測試了一些建築, 然後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當時在7月吧, 去年7月1年前, 然後在Facebook上看到有一個旅遊達人吧, 他又開始在貼他的旅遊照片,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就把那張照片把它寫下來, 丟進AI裡面去換不同的風格, 然後產生圖也是, 我覺得蠻驚訝的, 歐式的現代的包含什麼, 什麼現代式的帷幕, 它都做得出來, 我覺得非常驚訝,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是蠻有擴展性的, 所以我的, 把我的方向轉到Ctrl內跟風格鏈子。 好,那上面的東西的話, 就是試了三個不同的辦法, 一個是用3D模型, 一個是用手繪圖, 一個是用照片, 這三個辦法都可以, 然後看各位介護師, 習慣的是哪一個方式都可以, 就看個人選擇, 都沒有限定。 好,那我想說那造型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再用那個照片, 不用照片啊, 不用那個, 不用3D啊,不用手繪啊, 我可不可以用文字去控制造型, 後來就嘗試一樣文字控制造型, 是蠻驚訝的啦, 可是跟設計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覺得很炫吧, 可是跟設計這樣很難遲到關係, 後來我就開始自己練字模型, 去年7月是我開始練字模型, 第一個模型就失敗了, 然後到今年初吧, 才開始練了很多風格, 然後就是這個, 我開始做一些測試, 左下角, 右下角這個是那個, 是那個Revit的那個參考圖吧, 大家都應該都見過, 好,這個是Revit的參考圖, 然後我用自己練字的模型, 跟蔡博庵克風,跟現代風,跟歐式風, 用一張圖片, 來產生不同的風格變換, 然後這是頭一次覺得, 我好像可以自己來控制風格, 我只要自己收集圖片夠多的話, 我就可以自己來練字風格, 所以大概就確定我要做的方向, 大概就是Ctrl那根, 練字模型來切換風格, 然後這是一個測試, 然後這個是左邊, 這個是中正紀念堂, 右邊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都是網路上找的照片, 然後我再用, 再用換風格的方式, 把它換成不同的一個, 換風格, 有一個像是依據, 但其實還是錯誤觀念,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看你的應用, 就像以阿哈北應用工廠端, 正主要是說, 好像有雜音, 意思是說, 我不要再東西壞掉, 不要太麻煩, 陳文勤哥給我殺一刀, 好, 那這個是後來的測試, 我就把, 我後來就找我家, 在家門口找一個, 找一個照片, 然後來換風格, 然後這個是, 使用照片來轉換風格, 這個做方案這樣子, 好,那這後來就切測到, 一些實力的暗線, 這個是, 一個建文是他要做這個, 這個, 這個, 他做捷運出口, 然後給了一個很簡單的草圖, 然後換, 我們把它進成3D模型, 然後在測試切換不同的, 不同的提示詞來做不同的風格, 大致的風格味道是還蠻有意思的, 可是如果是真的要有一些小的細節的話, 比如說他右手邊有一個電梯, 其實他還蠻多缺失的, 比如說這個只能不見了, 然後這個只有一層樓, 這個是整個兩層樓的電梯, 所以他瑕疵還蠻多的, 然後這個, 這個就牽涉到, 我這邊在Stable Division, 比較常用的是切換風格, 但是如果要修圖的話, 那個可以跟岩老師試看看, 他那邊是用手繪的部分來做修正, 好,那這個是工廠, 這個是比較失敗的, 因為工廠, 的圖片不太好找, 台灣高科技廠房的那個, 不太好找到, 所以其實沒有那個高科技廠房的感覺, 是有點失敗, 那這是一個案子, 他是一個給我一個簡單的量體, 我是給我一個平面立面, 樓高, 然後建成一個普通簡單的量體, 然後把它做一個Teaching方案的切換, 好,那這也是一樣, 有一個, 量體,然後做現在風格, 跟歐斯風格的風格切換, 好,那這個東西是比較有意思的, 這個有一個訊問師, 他說他的客戶呢, 就喜歡豪宅, 豪宅他只看得上P&T, 然後他就說, 那可不可以把我的那個改成P&T風格, 然後我說可以啊, 那我試看看, 後來這個模型我練了三個月, 才把那個模型練起來, 這張是最不像的, 因為我怕他到時候真的拿去用的話, 我就打槍了, 所以我是挑一張最不像的, 完全不可能是一樣的照片, 但是這樣的成果, 還真的蠻像P&T的, 好,那這個是一個磁磚的變化, 這個磁磚變化, 當時還是有點失敗, 我把它換成歐斯風格, 但是最近, 今天如果上晚上課的話, 有機會我們來試看看那個切換磁磚計畫的辦法, 那個在那個時候, 在四月時候我還想不出一個辦法, 現在可能有辦法了, 好,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練的那個Postmodern模型, 但是這個東西Postmodern, 實務上應該是沒有人會用了, 沒有人會去設計Postmodern, 但是這個是一個範例, 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想說, 如果的設計被別人抄, 或者抄別人的設計, 會是怎麼樣的, 那Postmodern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因為它每個棟建築物都叫Postmodern, 可是事實上它每棟的風格差非常非常多, 那就導致它的圖量是非常少, 它沒有像一棟房子, 然後它是很類似的房子啊, 好幾棟, 然後可以練這個模型, 它沒有, 它其實每棟都非常獨特, 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在練製成模型的時候就會導致, 你每張圖大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個案子, 就很容易被照報, 這個就是意大利廣場, 這是迪士尼, 這個是有一個眼鏡筒的那個案子, 這是日本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在訓練圖量不夠延續性, 不夠多的狀況之下, 就很容易被抓出來是某一個案例, 這個是比較極端的狀況之下, 但是因為我訓練模型的話, 大概都在盡量抽到一兩千張嘛, 那這樣的話就是, 它因為經過大量資訊的混合之後, 它其實不太容易抓到是, 是有哪一個案子的影子, 其實是看不太到了, 那這個是我覺得可以分享, 是因為它是一個極端的案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天我做的是一個風格, 是非常非常獨特的話, 那會不會被人操走? 被操走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說你那個風格是比較延續性的, 是很多案子都是很類似的話, 就比較不會產生這個樣子, 那這個案子的話大概是, 每個案子大概都在四五十張左右吧, 四五十張左右練出來的模型, 就很可能被, 就很可能被容易看得出來, 是有模仿, 或者是可能會被盜啊, 抄襲, 有這種爭議, 那我的圖樣通常都是非常多, 所以同學用我的模型, 我也看不太出來, 好, 那這個是我做的一個區域吧, 才過兩個月, 那時候我用高地的建築, 然後混西班牙建築, 然後做一個LORA模型, 然後就產生這個圖片就很漂亮, 然後就把它甚至把它轉成動畫, 然後就這個照片就非常真實, 而且它風格是不常見的, 真的好像有一種已經跑去外國, 外國旅遊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自己的記憶好像快被搞混了, 就好像去過很多地方玩, 其實都沒有,都在電腦前面蹲的, 然後就產生各式各樣各國的異國風景, 你就做得到, 而且許許如神, 甚至可以轉成動畫, 做成一個虛擬的旅遊日記都沒有問題, 就是我覺得這個時代有點瘋狂, 可能以後你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旅遊日記, 有可能都是假的, 現在的EI技術真的是非常驚人, 好,那這個是一個網路梗圖, 就是一個FB上面貼的梗圖, 然後就說有個建設師, 你出來解釋一下這個設計理念是什麼樣的, 好,那這個東西是非常, 就是FB上有朋友貼的網圖, 那我就想一下, 如果是這個案, 這個這樣的狀況, 你拿到手上的時候, 可能早上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可能你下午就要撿包, 那你不知道怎麼辦, 來不及改了,怎麼辦, 那AI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我就用這張圖, 然後趕快又去切換風格, 柔軟模型去調換, 然後換歐式模型, 我就在那張FB上面的聊天室, 就貼了, 我就說那我就出現這種糟糕, 這種狂化, 我就用一招先把它變歐式再說吧, 保證沒有那種感覺, 然後就有個建物師就說, 那這樣, 那這樣建物師會說, 這樣業子我一定說, 造價太貴, 那我就說,那我再換個模型, 換成現代風, 然後現代風就換成這個精簡的模型, 換一個LOLA模型, 改成這樣的一個風格, 然後他又有建物師就說, 那這樣太無聊了, 那好, 那我再改成一個, 改成一個曲線風格, 然後這個都是在, 大概在一個兩個小時之內, 邊聊天, 邊在FB上聊天, 邊做出來的, 大概都是, 產生都是十幾分鐘就傳出來的, 那如果是, 呃, 那如果是, 呃, 如果是開會, 真的遇到這種, 不太好的狀況的話,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在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之內解決, 好, 那張啟民建委是有問到, 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那個, 我們在SD1.5的時候, 產生那個, 我已經明明就下了提示詞啊, 我不要斷手斷腳啦, 不要多手多腳, 那樣的東西, 呃, 那個其實是因為大模型的問題喔, 那個其實, 比較難以克服, 那個我們只能夠等他大模型做的, 改, 那現在, SDX有比1.5好一些些,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同學覺得他的圖太單調, 那是因為, SD1.5他的訓練圖量比較小, 那, 可以加在一個, Detail Tweaker LoRa, 可以再加在一個LoRa, 然後可以調整他的細節度, 比如說這個是原本產生的圖, 然後你加上這個LoRa模型的時候, 他就把它細節變得更加豐富, 他這邊有個對照表, 就是LoRa的參數, 他可以調整他的細節複雜度, 這是在SD1.5可以做到的, 好, 這是比較一些技巧, 我看到同學都做得很棒,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就再多加一些技巧把它講出來, 大家可以試看看, 好, 那, 因為我覺得, 大家同學都進度都蠻好的, 都進度都比我想那快, 那我想說, 我就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那接下來進度是可能都已經有選好方案了, 就是單機或雲端都已經想好了, 那可是我想應該還是有很多人, 還在籌備當中, 那我都是用單機的, 那有的老師會用雲端, 我分享一下我單機的一些經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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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講解一下單機的優點, 單機優點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這個畫面, 是我自己的單機有執行, 單機執行的畫面, 然後這個我講解一下, 這個跟我們上課畫面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雲端有一個東西是沒有打開的, 就是圖庫瀏覽器, 好,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好了, 當你點選圖庫瀏覽器之後呢, 它就會選出你之間畫過的所有圖片, 然後而且你點了那個圖片之後呢, 你看一下它的, 你挑選其中一張圖之後呢, 它旁邊就會出現你的所有的參數, 就是你當時下的所有參數, 然後你只要把這邊點選到紋身圖, 它就會把你這張圖上面所有的參數, 都會複製到這上面來, 那這個是, 這個就是說如果你以後畫了很多張圖, 可能我覺得以後大家都一年, 如果真的把它弄上線的話, 可能一年都會產出幾千張吧, 幾百張都是小Case, 那你如果是, 比如說你要畫一個, 你要找一個, 你要找一個, 比如說你要找一個, 我要找一個article風格好了,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關鍵字的搜尋, 我搜尋一下, 不一定有錯, 搜尋一下好了, 好,我只要輸入關鍵字呢, 它就會在我的之前處理過的, 所有資料庫裡面去掉出來, 有用過這個關鍵字的圖片, 然後它會出現旁邊的提示詞, 就是說我之前繪圖的所有的經驗, 我都能夠持續保留, 不會說之前, 可能畫很久之後你想起來以前, 好像畫過某個樣子跟這個很像, 那我可不可以把之前的東西再調回來用, 那單機的話就可以這樣做, 你就可以把你之前畫過, 很多資金驗都能夠持續記得起來, 所以它是有點保存經驗的一個關係的做法,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我測試過一個雲端, 好像都沒有這個功能,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個還是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有點像類似, 有一個單因,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 其實都是跳過碗的東西, 我講的那些提示詞都是copy貼上, 那個東西提示詞其實不是不要選的, 其實還是要選,還是要花時間,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能夠把你經驗儲存下來的話, 都是你們以後的很寶貴的經驗, 這個是我們外面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 這個我們也沒辦法交很齊全。 好,這個是單機方案的優點。 然後當然單機確定的這很貴啦, 這個五萬十萬嘛, 逃不掉。 好,這個是剛剛講的, 你可以單機的話, 你可以去尋找你之前畫過的圖片, 用關鍵字去找到圖片, 然後可以找到它上面提示詞。 那我們之前教導師到CV的AI上面去copy貼上嗎? 那你如果用了很久的單機, 這樣儲存很多圖, 你就可以自己的圖庫上去找關鍵字, 就是把自己的提示詞的經驗可以持續累積。 好,那這個單機的話就是說, 現在就是我的模型要去CVAI上面下載。 我給各位看一下那個資料庫。 如果你去網路上下載回來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產生這樣的資料庫, Web UI的資料夾底下。 然後下面就很多資料夾。 然後一般都是在model底下。 你如果是下載大模型, 可能會講了, 可能大家沒辦法實際操作, 大家有錄影的話, 回去可以真的操作一下。 你如果下載的是大模型的話, 就把它放在model底下的stable detection, 這個是放大模型。 model底下的lora是放小模型。 還有一個地方是lora, 還有一個地方是model底下的control name, 需要去下載你的control name模型。 一般我們就是會去找這三個資料夾, 會去找網路上下載來, 來去這邊放。 我們要一般動的就是這三個位置。 好, 淡鏡的話就是會, 它會給一個, 它會有一個畫面, 是這個畫面。 就是它背後運作的畫面。 然後它會, 當它跑圖的時候就會跟著跑, 然後就是, 然後它會提示一個跟一個網路連結, 點選這連結之後就會跳出那個畫面。 就跟我們在虎視科技上面, 點選一個網頁方式是一樣的。 所以你即使你是單機作業, 你也是會用網頁的方式來做操作。 其實都一樣。 好, 那這邊還有講到一個單機方。 單機的方式, 單機的方式如果加一個, 我這邊有加一個share的參數。 在它的P字檔下, 加一個share的參數。 它執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虛擬的連結。 Public URL, 就是一個外部連結。 上面是127.0.0.1, 萬號7860的話, 這是單機的網連結。 然後這下面還會提, 產生一個公共連結。 這就是一個什麼Gradio.live, 上面這個亂數。 你就可以在辦公室外面, 然後點選這個連結, 然後連回辦公室的主機。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話, 我還蠻推薦單機使用的。 其實你, 我就覺得不要買筆電, 還是買單機。 然後你如果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臨時想要用, 想要測試AIS, 你把辦公室的主機打開, 然後產生一個虛擬連結。 然後你在外面辦公室, 你也可以連回公室主機, 再用網頁方式操作。 操作方式都跟單機是一樣的。 所以單機作業的話, 有這個優點。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雲端, 雲端的優點的話, 我可以找看看。 那雲端的優點就是, 你的初始備用比較低。 然後就是他的, 他們整理的, 整理的資料也蠻多的。 然後, 但是現在是蠻多家的。 那其實他們都是中國的網站了。 然後, 我是有在跟台灣的一個廠商, 請他們提供一個環境, 但是他現在還沒有做好。 這樣子。 有的, 等他弄好, 我會提供給大家瑞士。 那這個, 這兩個TensorArt, 這個是台中的華尼瑞是常用的。 那這個是, 這叫什麼? 這Shaker, 這個是, 他是給你一個虛擬單機, 然後你讓他上去, 他弄一個環境, 然後你可以自己弄。 然後, 其實也是中國廠商的。 然後Promo AI也是中國的。 然後他是, 聽台中的建律師講, 他說他上課教TensorArt, 結果學員說, 太難了。 學員說, 我要, 我要請, 我要想請你教一下Promo AI, Promo AI。 所以這個難度應該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是台灣的, 我再請他修改一下, 看能不能符合我們的工作狀態。 現在還在, 還在請他修正。 等他的修正好, 我再提供給大家用。 那所以這些東西, 你們都可以試看看。 TensorArt的這個是, 比較複雜。 這樣子。 好, 那還有另外, 包括單機跟雲端,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安裝方式叫, 一件安裝包。 因為我之前講過說, AI軟體的話, 有很多嘛。 然後聲音的啊, 影像的啊, 然後文字生成啊, 還有什麼什麼的, 都是, 都是很多。 然後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互相打槍。 因為他用的底層的程式, 都是一樣的。 其中有一個更新之後, 其他就掛了。 然後, 然後過一陣子, 那個程序又更新, 又好了。 那這東西在我們工作上, 其實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 所謂的一件安裝包, 就是我通通在放在裡面, 然後你就不會互相打槍。 通通幫你放在一起, 你就不會打槍了。 那現在目前常見的, 有三個一件安裝包, 有秋葉的, 跟Stable Matrix, 跟Pinocchio。 那虎智科技這邊也在, 也在, 我也在跟虎智科技這邊在研究, 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 建議室比較慣用, 或者熟悉的環境, 把它做起來, 做成一件安裝包, 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那如果現在你們要試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三種。 那這種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不是只有玩Stable Diffusion, 你還玩了很多語音啊, 什麼語像啊, 動畫啊, 你要玩很多很多, 那你又不希望他們打, 互相打衝突, 你就可以試試看, 這個一件安裝包, 他們就比較不會互相打槍。 好,動畫方案的話, 目前也是有叫這個Sora, Dream Machine, 這上次有, 上次有請同學試一下Dream Machine, 跟一個, 這叫Runway, 這是中國的可靈。 那之前有一個學員問我說, 那他問我說, 那你推薦哪一個? 我說, 我以我知道的, 我會推薦Dream Machine, 我目前在用Dream Machine, 因為我覺得他們公司的背景, 他們其實就是做3D, 他背後就是一個3D公司, 所以我猜測他們對3D的處理, 是比較擅長的。 那Sora目前是沒有公開, 那這個Runway的話, 他們也找到一個很好的定位, 他們做粒子特效, 很擅長。 這個蠻厲害的, 這個很多粒子的流體的變化, 他們處理的很好。 那可靈的話, 這是中國的要有那個手機才能夠登幕吧。 我猜測他對影視的特效會比較專長, 目前還沒有測試過。 好,那還有同學, 所以我覺得同學好像都有進度, 都很好奇, 我要怎麼樣自己練制我的模型。 那就是說, 我可能大家練的那個風格, 跟我要的不太一樣, 我想要自己練一個風格。 那目前有四種方案, 一個就是CBI可以, CBI上面, 我們上次教學的網站CBI可以做得到。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 依照他的指示來練制模型。 那我自己常用的是Koya,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叫One Trainer,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秋葉, 秋葉整合包。 這是中國其實在日本的留學的女孩子, 功力還蠻厲害的。 她也做了鏈丹爐, 她也做了整合包。 好,那這個AI修圖呢, 這個大家要期待一下那個岩老師的東西。 他就是會教用手繪的, 用手繪的方式, 然後產生一張圖片。 他特別跟我講說, 你請大家準備好PC, Mac不行, Mac效果不行。 然後我問他說, 要不要我繪圖版呢? 他說用那個, 用滑鼠就可以了。 我印象中, 他有用過那個手繪版, 大家可以再問他一下。 那上課上, 就是請大家先準備, 以下那個PC這樣子。 好,那這階段我就講到這邊為止。 自己的經驗一些分享講到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休息個10分鐘。 我們先休息個10分鐘。 好,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好,那待會那個10分鐘之後再開始。 那中間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提出。 好,感謝。 好,謝謝。 好,謝謝。 那請名。 是,我想利用這10分鐘呢, 給大家有機會在那個, 訊學部, 就是右手邊的訊學報告欄, 還有這個AI建築及北台建築地方, 去報名9月20號跟這個10月4號的。 我們這邊就可以先報名, 利用這10分鐘。 可以嗎? 好,那那個, 以上您貼了嗎? 那個連結。 好,來,我現在來貼。 好,那我們按照我們演員Bandero, 所以我們真正教的, 嚴格講。 來了,黃老師一開始, 那我就不講了。 謝謝,黃老師請。 不好意思, 在學校裡面迷路了。 好,那,那接下來今天我們可能會, 還有,還有,還有三十幾分鐘嗎? 我們大概介紹了CtrlNet, 然後跟我們可能還有點時間, 我們做一點實作的操作示範。 那CtrlNet這個部分, 當時在去年4月的時候, 是比較突然爆紅的。 然後但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其實不是用來做建築。 那當初爆紅的原因是, 他可以做人物的動作。 他可以設定一個框架。 然後你設定不同人物的主題的時候, 他可以產生同樣的一個知識。 所以他當時在AI爆紅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可以玩卡通人物。 好,那當初這個人, 開發者這個是在, 是在美國唸書的一個亞裔的學生吧。 他現在還在唸博士吧。 他把他的原始碼開放出來之後, 就... 對,老師請開畫面, 現在沒有畫面。 喔,不好意思。 好。 請開畫面。 開啟畫面。 開啟畫面要怎麼開? 有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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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畫面的啊。 有畫面。 嗯。 嗯? 我做了這麼多。 好。 當初是講這個話。 這個嘛。 這個Controller它剛出來的一個爆紅的理由。 它是一個, 當初其實還沒有人想到用來做建築。 當時大家都來玩卡通人物。 然後做人物的動作。 你那個折子。 折子。 你借給我30秒好嗎? 好。 借給我30秒。 我等一下。 因為現在呢, 很多報名的學員已經用ATM轉帳進來了。 大概有將近10個人已經轉帳進來了。 那有一個建築師的叫林維展。 他是3817也是8月份加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我們歡迎他也報名成功。 但是他前面AV兩堂課沒有上到。 剛剛請民已經講過。 我們今天V班的課是7點30。 那希望你6點30就要到現場。 好。 我現在在台中到這邊。 折子老師呢。 我可以馬上鬧。 請民都會跟你們稍微補一下子。 不然你會接下來都聽不懂。 我等一下可能還有時間我做一點上次的課程回顧。 好。 謝謝。 現在已經30幾個了。 好。 當初就爆紅的原因。 然後建築件其實還沒有很多注意。 然後台中那個建築師他也在玩這個Stable Depth。 他問我說你為什麼要玩。 為什麼不玩Mitgen? 你為什麼要玩這個? 他說就是為了Control內。 然後他當初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 後來他現在玩的也。 他也。 他也一樣是在走Control內的路線。 就是他可以用來做建築外觀的控制。 然後這個開發者是一個亞裔的。 在美國念書的研究生。 他現在在念博士。 他開發滿多東西都還滿厲害的。 那就是他開放出原始碼。 大家可以開始用。 然後這個是後來大家陸續在。 而且Control內好像可以在建築設計上使用。 陸續有人發表一些做法。 然後就是用一個手繪圖。 然後產生一系列的變化。 就跟我們在上課。 我們等一下晚上上課的時候會。 會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給他一個外觀。 一個圖。 現有的照片。 然後把它產生一個變成框線圖。 然後再調換不同的ROA模型。 產生一系列的風格。 那這也是一樣。 一張照片。 一張建築的外觀。 把它產生現框圖。 然後再調換不同的ROA模型。 產生不同的風格的變化。 這個我們晚上的時候會在始作試看看。 然後他還有其他方案也是滿厲害的。 他就說。 他還有一個叫Isolate。 他除了叫Controlate。 他還有一個Isolate的一個模型。 就是你給他一個物體。 然後你給他一個環境的照片。 然後他自動會產生一個這樣的。 這個人物模型。 在這個光影下的一個變化。 然後很多人在用這個東西在做。 那好像是產品設計或者是人偶那種。 或者人物的部分。 這個玩的人在做這個蠻多的。 但在建築上好像還沒有這麼好用的樣子。 這個可能以後可以試看看。 就可能你給他一個下雨天啊。 給他一個大白天或者晚上夜景的一個照片。 他就可以把這個建築物變成夜景。 或者變下雨天。 這個還蠻令人期待的。 我自己是還沒試過。 因為他好像目前只有支援到SD1.5。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試過。 因為我模型他們都XL版本的。 那還有他要提供一個叫做LayerDepuse的功能。 就是把它去背。 這個可能有在玩Photoshop都知道吧。 這個頭髮要去邊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他在。 他可以在Stable Diffusion的狀態。 的界面底下。 產生這個去邊的東西。 比Focial還要厲害。 好。 他也做了一個Focus的界面。 這個他可以。 我們WebUI的界面其實是有點複雜啦。 我覺得有點複雜。 他自己也做了一個網頁界面板。 就是非常的單純。 然後就他希望做成像Meet Journey的一個界面。 就是界面非常非常單純。 但是相對上使用上也就比較沒有這麼多變化。 可能比較不適合建築。 但是在做人物的什麼換裝啊。 什麼。 嗯。 照相啊。 那種。 還蠻多人在用的。 好。 那這上次有講過吧。 這是我們。 我們要用的一個大模型跟小模型。 然後這個。 這兩個Embedding跟HabberNagor是少用。 但是我們還要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要用Control內。 Control內也是一個模型。 它也是一個save tensor file。 所以到時候我們等一下試看看。 看有辦法做個簡單的回顧。 然後這個是講解到那個。 Plocking的。 的。 的。 的安裝號。 我做一個示範。 好。 這個是我單機的那個。 單機現在要操作的界面。 然後是。 它這個。 這個。 Automatic 1111。 這個。 受歡迎的原因。 它有很豐富的一個擴展功能。 那。 我自己常安裝的東西是這些。 這邊有安裝一個叫。 SD WebUI Control內。 就是說。 你要用Control的話。 你要安裝。 然後還有一個是。 Image Browser。 就是我剛剛這邊講的。 圖庫瀏覽器。 我們可以去找之前的一些。 畫過的圖。 把它調出來。 然後去查。 查看它的參數。 然後還有一個叫Civi AI。 Civi AI的話。 就是它可以。 去。 從這邊來去找Civi AI上面的一些圖庫。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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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你可以。 可以。 download model。 就是說。 你可以。 給它一個網址。 它自動幫你下載下來。 但是它。 我常用它的功能。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叫做。 叫做。 Scan吧。 就說。 你下載一個模型下來之後。 那個。 你放在那個資料夾底下的時候。 它那個。 其實是沒有產生圖片的。 然後它這邊就會有一個Scan功能。 就可以自動幫你那個下載的模型。 從Civi AI上面抓一個。 預覽圖下來。 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它安裝的方式呢。 它這個擴展。 我記得我還有。 還有一個下載一個叫做。 是。 是。 中文化吧。 就中文化。 所以我自己常用的是有。 Controlnet。 還有。 還有。 還有什麼。 Civi AI。 還有一個是。 Image Browser。 就是看圖庫瀏覽器。 跟一個中文化。 那它安裝的方式是在。 安裝的方式是在這邊有一個。 擴展功能。 然後。 按一下可用。 然後這邊有個載入。 它會去從資料庫去釣用那個錶裂。 然後去產生這個錶裂。 然後你要安裝哪一個就按這邊安裝就可以了。 所以它安裝還是其實蠻方便的。 這看個人釣用。 那它有時候你會網路上看到一個新的功能。 它會要求你安裝的時候。 也是在這邊安裝。 然後安裝好之後。 這邊安。 這邊有一個重新啟動。 它就會。 它就一個重新啟動更新並。 重新啟動界面。 它就會把它安裝好了。 好。 那這個是我常用的。 好。 那這也是用。 這也是用。 用線稿產生圖片。 然後這個是線稿產生圖片。 然後這是用3D模型產生圖片。 然後這邊要介紹一個叫。 有一個。 它有個。 它有個。 叫做。 叫語役分割。 那語役分割就是說。 它會把你的照片的上面物件把它切割出來。 但是。 然後。 物件它會辨識出來。 然後用一個顏色來代替。 但是建築呢。 還蠻悲慘的。 建築物它基本上它認不出來。 重複。 比如說以這個圖片來講好了。 嗯。 你丟進一張建築物外觀照片開了之後。 它只認得這一整塊是一個建築物。 它並沒有辦法去切。 看得出來。 這個是個窗戶。 這個是門。 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要在上面做操作。 修飾改造的時候。 其實還蠻麻煩的。 但是如果是室內的案子的話呢。 你把一張照片丟進去。 它會自動把你切割成桌子。 椅子。 沙發。 窗簾。 窗戶。 都把你切割出來了。 那如果是做室內設計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做一個圓件的置換。 我可以把這個沙發選起來。 然後叫它換一個。 這樣子。 它在語意分割。 在Control內的下面的一個紙項目叫Sigma。 這個在室內設計上會比較常用。 但是在建築物就比較悲慘。 它比較少用。 這樣子。 那上次的實作我們大概複習一下。 上次我們有介紹這個介面。 我還是看到介面來看好了。 好。 這是我單機的介面。 好。 那我們上次有講解到這個大概介面的分布。 它的第一排是一些功能的介紹。 好。 那我們會上次講到是圖身圖跟紋身圖。 那Control內會在紋身圖。 然後上次講的圖身圖。 就從一張圖片。 然後圖身圖我們上次講到。 從一張圖片。 然後掉入一個LORA模型。 然後來置換風格。 圖身圖。 我們看。 跑到別的地方去。 好。 那。 圖身圖。 圖身圖。 跟一個擴充功能。 剛剛講的一個。 一個那個。 安裝插件的地方。 還有剛剛講的一個圖護瀏覽器。 這個是我們比較常用的部分。 的地方。 然後第一行選單之後。 下面還有第二行選單。 我們切換到紋身圖。 第二行的這個選單呢。 就是一些那個。 一些它的那個功能選單。 那。 這個是附屬在紋身圖下面。 這個生產的話。 就是一些它的一個介面參數。 那我們上次講到。 我們做建築的話。 建築場。 取樣方式。 常用的是。 EUR-A。 跟DPM。 DPM加價。 這兩種。 那EUR-A的話。 對建築物的硬邊直線效果會好一點點。 那。 DPM加價的話。 對人物的那個皮膚的光滑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 我們上課的時候是沒有開這個高解析度修正。 它會用一個演算法。 圖片的。 的。 像素再加大。 那。 我個人慣用的話是。 4X Ultra Sharp。 然後放大比例是。 我一般慣用是。 1到5倍。 效果其實都還不錯。 好。 那。 我這邊有一個參數。 已經可以。 那。 最右邊最大的一個按鈕。 產生。 好。 好。 那。 我現在按產生之後它現在開始跑。 那。 通常在跑的時候呢。 我會開啟一下。 這圖片好像跑掉。 沒關係。 可能沒有這個模型吧。 嗯。 模型下錯了。 好。 好。 呃。 現在出現這個問題是。 因為我這個。 圖文不符哦。 因為我現在這個模型。 大模型。 Stability Fusion的權重。 這是大模型。 然後這個在提示池裡面有一個。 LORA冒號什麼什麼什麼。 之類的。 這是小模型。 現在出現的狀況就是。 我大模型跟小模型的版本不符合。 我的大模型用的是。 SD1.5舊版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LORA掛載的時候呢。 我掛載的是一個。 XL版本。 所以我現在要修正的話。 變成說我要在LORA這邊做。 再重新挑選一個1.5版的。 好。 那我等一下。 我現在切換到LORA這邊來。 我這邊有做一些分類。 好。 那我這邊點選之後。 我這邊點選之後。 這邊就有很多風格的。 建築物的風格。 我還是選這個好了。 1.5版的建築。 建築。 然後這個點選下去。 我現在這邊上面點選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的上面提示池會跟著跑。 點一次出現。 然後點一次關掉。 那它會點選的時候。 上面會產生。 它要掛載哪一個LORA模型。 跟它的啟動。 啟動池。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我把它。 我要把這個上面要去。 上面這個舊的LORA關掉。 我把它移到前面來。 LORA掛載一次就可以了。 把它關掉。 好。 那我現在大模型跟小模型都是。 版本是相同的。 那我們切換到生產這邊來。 那我這次在。 咦? 怎麼還沒跑完。 那現在這個圖還沒跑完。 我通常都會把它開一下我的工作管理器。 看一下。 這是Windows工作管理員。 通常我們在工作當中。 我就會注意到。 上面CPU。 記憶體。 你點選最下面一個GPU。 GPU就會顯現是目前的工作狀態。 我目前這台是2080。 是8GB的顯卡。 所以它的。 它只有8GB。 從這上面圖片上看來。 它這個8GB已經用滿。 已經爆掉了。 甚至它還用了虛擬。 共用記憶體。 它也用過來了。 所以就是說。 現在目前狀況就是。 它的記憶體已經用。 用到爆了。 所以它現在目前會非常非常滿。 好。把它中止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會推薦。 一次把顯卡的記憶體買到好。 因為這個。 如果你記憶體不夠的話。 通常就是會。 非常非常的慢。 那現在在關閉當中。 會需要一點時間。 那現在我們因為。 我們要建築使用。 上使用後。 我們會掛載一個大模型。 還有LORA小。 控制光的LORA小模型。 那我們現在控制它的外框線呢。 還會再多增加一個叫。 Control net。 Control net也是一個模型。 然後所以它。 如果模型都掛載的話。 它其實會把它的記憶體用到爆掉。 所以。 所以一般我們建議都。 我的建議一般都是。 至少16GB起跳。 那我現在現在。 現在單機電腦是。 比較久之前買的。 現在只有8GB。 它的記憶體爆掉。 所以它的那個。 就這樣就跑不出來。 那現在這個狀況還是沒有在掛在。 Control net的狀態時下。 而且它現在只有掛在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LORA模型。 好。 它這盪掉好了。 我把它關掉好了。 好。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好了。 現在不知道跑到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當你有買設備的時候。 如果。 設備的那個。 VRAM不夠的話。 就是會遇到這種狀況。 把它關掉一下。 我把它關掉的時候。 其實不是關。 關在這個畫面。 它其實還在跑。 我們要關閉這一個。 關閉這個。 這個Windows介面。 這個。 這個都是介面。 然後它就把這個東西掛掉。 然後我們再看它工作管理員。 它的記憶體就一次把它降到低。 所以光是。 剛才。 跑能量圖的狀態之下。 就已經。 用掉十幾GB的。 VRAM。 所以它真的是。 非常。 非常可怕。 然後。 如果你。 不夠的。 記憶體的話。 它就是真的。 就是。 停工當機。 好。 那我再把它。 重新啟動一下。 好。 那它的啟動。 在單機啟動。 它是點選一個叫ROM。 ROM的一個Piece檔。 當然記憶體的爆掉的原因是。 因為我。 點選了高解析度修正。 可能把它關掉就OK了。 它就可以再用少一點記憶體。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都沒有請同學。 開高解析度修正。 就是怕記憶體不夠。 好。 那它。 在豆時。 在那個Piece檔啟動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 呃。 它就會這邊提示。 它的URL嘛。 127.0.0.1。 然後。 冒號7860。 然後。 這個。 網頁它自動開啟到這個畫面來。 然後。 我們這個畫面就。 就出來了。 那。 我再點選一下這個。 它就會把上課產生成功提示施法。 挖上去。 我把它提示再Copy過來。 好。提示是Copy過來。 然後這次我們就不要高解析度修正了。 因為記憶體不夠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讓你一次踩上看看。 我們看一下它的工作管理。 然後。 你看。 它開始跑的時候。 就記憶就開始跑了。 這個就是目前用一個Igalora模型。 來做的一個控制。 好。 那這張圖跑出來。 然後。 你看它。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工作管理人。 它剛剛跑圖的時候再用了比較多記憶體。 然後現在跑完之後它又把它縮下去了。 然後。 我如果再把它按一次高解析度修正。 這邊有一個upscale。 就是高解析度修正。 跟這個是一樣的。 我如果點選一下。 再看一下工作管理人。 它的記憶體消化又跑上來了。 所以在SD領域要玩記憶體。 玩的時候其實。 其實我們最看中的就是記憶體。 V-RAM的GPU記憶體有多少。 這個非常嚴苛。 如果是不夠的話。 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整個都不能動。 每一個動作都需要V-RAM。 那所以。 所以黃瑞訊它的V-RAM。 它的顯卡它的V-RAM越高。 它就變得越貴。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如果是。 各位介紹師我要考慮的話。 我會建議說。 大概是。 16GB起跳。 16GB的話。 一張顯卡大概1萬5到2萬左右吧。 那如果是。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大模型、小模型。 跟。 up-scale。 跟。 一般都沒問題。 那。 如果是。 你以後的。 模型。 一定是越來越大。 那。 你們可以考慮。 24GB的。 4090跟。 3090。 4090好了。 4090是。 24GB的。 V-RAM。 那。 你可以掛載多個。 LORA模型。 更大的模型。 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那。 尤其現在是。 我們現在用的模型是SD1.5。 是。 是。 比較小的模型。 那。 現在。 現在。 慢慢大家都用SDX。 然後未來。 現在。 目前還產生一個新的版本。 叫。 的大模型。 它佔用記憶體更高。 所以。 我如果。 如果是。 目前要使用的話。 我建議16GB。 V-RAM。 但是你如果。 顧慮到以後的話。 會。 換新模型的話。 我建議。 一次。 升級到。 24GB。 V-RAM。 那。 5090也快出來了。 那。 4090就。 非常貴。 我記得一片是。 5萬多塊吧。 就蠻痛的。 然後你看看現在。 在UPSCAL結束的時候。 它。 V-RAM又爆充。 所以整個圖又開始變慢了。 只這一秒鐘它就變慢了。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就。 非常非常嚴苛。 一秒鐘就。 現在的通訊動不了。 它這記憶體爆掉。 我現在按了中指。 但是它跟我提示說。 它要把這張圖跑完。 它才能夠讓我中指。 所以不知道跑到什麼時候。 那。 那黃仁勳的。 黃仁勳的。 黃仁勳的。 整個NVIDIA的。 的。 現在的記憶體又回復正常狀態是下。 算完之後又突然就。 又突然降到這麼低了。 那。 它就不怕沒人買。 所以它就定的非常貴。 像如果它。 它。 建文師要考慮的話。 是從16GB到24GB。 你那張錢管是增加。 增加50%的記憶體吧。 它價格漲了三倍。 它就是不怕你不買。 因為你沒有就是跑不動。 但是對我們來講。 對虎智科技或對我們來講。 我們如果要在。 4090要再升級的話。 那更是心痛。 那個記憶體如果是從24GB上到48GB。 那個。 顯卡價格是增加10倍。 價格。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 但是。 嗯。 大語言模型就是需要那樣的顯卡。 它也是不怕沒人買。 所以它一次。 記憶體增加一倍給你。 然後它就增加了10倍價格。 就真的是非常可怕。 好。 那上次還要講到一個圖聲圖。 Ctrl在下面這邊我可以預告一下。 我們都有安裝好。 剛剛那個插件有安裝好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 今天時間可能不太多。 我們到上課時候再來講一次。 我都會一步一步操作給大家看。 那也是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要再補充一下。 嗯。 就是Ctrl那。 就是說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我上次有講過。 或者說我們其實可以調用兩個風格的模型來做風格融合。 好。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在錄一個LORA模型。 也已經有個提示詞。 然後後面都是那個品質控制的。 咦?怎麼熬動。 OK。 這個有的提示詞都是重複的。 沒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 比如說。 我現在這個風格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想它做有點變化。 我可以再。 我可以再點。 再挑一個模型。 我挑一個。 挑一個中式好了。 好。我剛剛點了一下之後。 他就把他的那個LORA模型掛載。 跟他的那個。 跟他的觸發詞都加上來。 所以我把它。 把它Copy到一起好了。 我把它做個段落。 好。 那我們現在掛載了兩個LORA模型。 我希望它做個風格融合。 那我們現在掛載了。 掛載了這個。 Apaz的模型。 跟一個。 新中式風格。 我把它逗點吧。 大概切一下。 然後我現在掛載了兩個模型的時候。 我要做融合。 那這樣就按OK嗎? 其實。 還要做一點調整。 就是說。 你這個LORA模型的這個權重。 代入權重。 要稍微。 要調低一點。 現在目前兩個的。 冒號號名都是1嘛。 我把它改成0.5。 好。 那我們一樣回到。 生產這邊。 我現在掛載了兩個風格。 看它能不能打到融合的效果。 那這次我們就Hydrid。 高血激素修正先不要開。 因為怕記憶體會爆掉。 那我現在載入了兩個LORA模型。 所以它記憶體其實也連結上也是會在暴增的。 所以我們按下產生之後。 我們再來看工作管理員的變化。 好。 現在按下產生。 然後它現在開始跑。 我們看一下它硬體消耗的多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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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產生一個風格是一半的。 一半的現代式跟一半的中式。 做了一個融合的效果。 這就是所謂的風格融合。 然後在這個風格融合這個部分呢。 建築好像比較少用。 可是我知道那個像室內的AI的很多網頁吧。 他們已經把所有的風格。 所有的室內設計風格。 DECO啊。 現在式啊。 日式啊。 東南亞式啊。 他們已經把所有的風格通通混合過一遍了。 都是有人做過了。 它已經產生了幾百個網頁吧。 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做深層的。 所以在室內設計的話。 我們你可以用不同的風格去混合出一個新的風格。 產生一個從手未見的風格。 這是可以的。 在建築上應用上還是比較少一點點。 那現在。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風格了。 那我其實還可以再加上一個Control內的風格。 Ctrl內我看看。 我現在既然還有一點時間。 把它測試一下好了。 好。 打開。 Ctrl內。 我把它圖片貼上去。 我很快的操作。 這等一下。 等下都會再。 仔細講過一遍。 好。 它產生這個外框。 然後我希望它要這個外框。 外框的架構。 產生一個中式跟現代式混合的一個風格。 建築風格。 好。 一樣。 我還是快看一下機器。 好。 這次Control內的外框架並沒有照我的設定來跑。 所以這次是失敗的。 我再檢查一下我Control內是不是有設定錯誤。 CANNIC。 點選CANNIC。 SD1.5。 我再爆炸一次。 這大家要忘記沒關係。 這等一下都會再重複再講一次。 好。 再呈生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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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产生一个 现在是有点中式的风格 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这个都是需要多尝试 然后 这个牵涉到 以后建筑师在业务上的一个工房 就是说 以后训练模型 然后去仿制别人的风格的时候 已经变成常态 我觉得这招待可能在一年之后 大家都会用 大家都会用 就是这样变成一个业界常态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的风格很容易被别人抄起 你也很容易抄起别人的风格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去 应对这个未来的战场 那其实就是 我这边提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 其实你是 你是要进攻那一方的话 你实际是可以 调用不同的LORA模型去做混合 然后这比重也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 现代风格把它这样少一点 那这个调到8好了 两个加总的权数 两个加总的权数是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1 但是大于1 一点点还是OK的 所以我现在两个加起来是1.1 上面 现在建筑权重是0.3 中式建筑权重是0.8 好那我再来产生一下 它就牵扯到 我们可以用AI来产生一个新的风格 这样子 那你如果要去 觉得某个人的风格很好的话 那你也可以很快去复制别人的风格 这个目前是道德上跟业界是有争议啊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迟早都会这样子 那就看大家要怎么样 可以用手上的武器去做什么样的攻防 那我跟季老师上前阵子有去那个时间差不多 我跟季老师去过去一个那个 台湾的一个财团 还蛮大的财团 然后他们在AI绘图也推动的蛮好的 然后两个小女生在推动 都年纪都很轻 然后他们就在公司 各个部门推动AI绘图 然后他们两个小女生 就是公司内的职业杀手 到哪个部门推动AI 那个部门就必须采源 然后从绘图部门 从绘图部门 从40几个采到30个 然后影视也是一样 他们两个功力还不错 我们所有老师加起来跟他们也差不多 然后他们 但是他们找我去 是因为他们遇到一个困难 他们发现怎么 诶 室内设计部门好像没有办法这样用 他们把室内部门 好像才过头了吧 然后发现公司不能运作了 然后他们问我说怎么回事 然后 我就跟他们讲说室内设计的话 因为没办法设计没办法做 AI没办法做手联的动作 所以其实他的那个人员需求 是跟别人 跟以前是一样的 只是在体验的速度是非常快 那我也跟他说你的位置应该是不会有变动 应该是很稳的 因为你们老板已经习惯了 这个三天两头可以提出一个新方案的这种策略 你们老板会习惯这种简报结构 以前一个礼拜 简报一次那种时代他不会再接受了 他一定就是这种两天 一天两天提报一次的这种速度 他才能接受 但是呢在提报 但是在提案 加速提案的 之后呢 其实后面的动作其实都还没有变 所以 你后面那个人员其实都还是要请回来 还是要把那个人员补充回来 那也有金融师跟我讲 那我可以 可不可以用AI绘图之后 我可以节省更多人力 然后 那我可以省很多钱的话 我就给 我这个钱就给你AI赚了 这样子 那我的想法是 短期间他还是没办法做到设计收敛 那 我想证明就是 现在设计行业建筑跟室内的行业 都还没有开始有大幅的产业 可是在影像跟图片的一些单位 他们裁员的幅度就非常非常明显 这样子 那如果哪天建筑跟室内的车子开始裁员的时候 开始大幅裁员的时候 表示有人想到一个设计收敛的办法 那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不过这很难讲 因为好像所有科技都还在一直改变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有一天裁员潮出现的时候 表示那个收敛的办法已经有人做到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 好 好 那上次还要讲到一个图身 这文身图部分今天是讲controller的部分 还会再做一些变化 然后上次补充一下 我再讲解一下上次的图身图 图身图再大家复习一次 的话大家要忘记了 然后图身图的部分 我们有讲到他的提示词嘛 我把它提示词copy过来 我copy一个就好了 我把提示词copy过来 copy到图身图 好 那这边他左边这个框 就是图身图的一个输入框 右边是跟文身图一样是输出框 我这边点选一下 我选一张图好了 一张图 好 然后我把它的 它这里是 把长宽高度调一点 调成七六八 变成长条形的图 好 那我现在希望他 用他这个作为基础架构 套用我的新的中式的模型的风格 好 上次我讲到这边嘛 我们再试一下 好 诶 怎么跑掉了 嗯 嗯 嗯 除震图还没有成效 好 把重绘幅度拉低一点 上次也讲到 把重绘幅度拉低一点 它会跟圆图越像 好 那现在我们因为把这个 把这个重绘幅度调低的状况之下 它和架构会跟圆图越像 而且它的那个细节也照我们的风格指令 切换成一个中式风格 怪怪怪的了 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重绘幅度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看它能不能变化更多一点 嗯 还是很怪哦 它这个AI围图它不不太懂那个空间尺度的关系 所以比较快 我知道了 我这个提示是群众可以再调高一点 Laura的群众可以再调高一点 这个模型可能中式模型有点不太好 好 那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就是一个 我们用AI来做风格的转换吧 然后我们刚刚有补充 我可以挂载两个模型 来做风格的融合 两个风格融合 然后我们在control那部分 我们会再继续讲一下它的 比较比较细的比较细的控制 然后可以做到替选方案 然后如果晚上的时间还有时间的话 我最近有在尝试是一个叫做 叫做叫 他们叫注意力转移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 我们这AI生成是从一堆 一堆杂点去慢慢生成的 就是它会开始慢慢看到外框线 然后开始慢慢呈成细节 我可以从 它从外框线的部分 我叫它去参考一个风格 到细节的时候 我叫它去看另外一个风格 是可以这样做得到 这个叫注意力转移 我本来画外框的时候 我看的是一个现代式 但是我到西部的时候 我看到是一个中式 这叫注意力转移 那还有另外叫IP Adapter 然后叫做 它叫做交叉注意力 那我目前有在测试是 它可以 我看一下我的简报 跑哪去 这最近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叫注意力 叫注意力 他们叫Controlate IP Adapter 它叫做那个 它叫做交叉注意力 它说 我可以给一张图 我要它的框架结构 但是我给它另外一张图 我要它的材质变化 所以这样把它材质融合成 另外一个新的建筑物 像他们叫 他们叫做 它叫做 官方叫做 交叉注意力模式 那他们这个 它目前大部分用法 是用在做人物的 脸部变换 像大家会看到很多 那个换脸嘛 换脸的影片 它其实也是一样 它其实从一个外 它从一个 从一个影片去读得 取得它的 肢体动作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图片去 抓取它的脸部细节 然后把它混合成一个 一个换脸的影片 或者换脸的照片 那只是我把它用来做建筑物一样 用来做建筑物 我用一张照片来做框线 控制 然后再利用一张照片来自换材质 这大概就是Controlate的所有用途 那我们的 我们实作部分会开始做 这Controlate的实务操作 好 那大概就是等一下 等一下上课的时候 我们再讲解Controlate的部分 好 那我这部分就先讲到这里 好 那那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刚好通知的非常精准 那可以签 可以签 可以签退 那有问题的留下来 那个继续发言 谢谢 在提出问题之前 那个顺便报告一下 有加晚上课程的人 您可以在六点半 或是早点六点可以先到 那我们会协助你们 把上次A堂课的部分 做一个review 那如果说是直接报C跟D的课程的部分 我们会请那个严世伦老师 在教的时候 做一个简单的引导 先切入 那因为晚上的时间 其实我们是非常足够的 那所以呢 到时候班上会考虑 今天报名的情形 那因为今天报名可能有超过 原先的疫情 人数会比较多 那如何扩充这个算力的交叉时间 跟这个原先的人员的一个座位补充 那我们这边再来三好金 那只要稍微先辛苦一下 因为他人现在就已经在台科大了 所以如果说万一有提早到的话 其实我们会是有人招呼您的 那我把这个主持棒交给金令理事长 那看看理事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要带指示的没有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的 有 不过我补充一下 那个严老师有跟我讲 他说大家带笔电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个 会跟不上的问题 因为我跟严老师的课程 有时候是我先教 有的时候他先教 这个都可以跟得上 是没问题 因为做法是软体之后不一样 好 那这样子 我现在看到这个 现在已经报名的 有五六个人都是新加入的 六个 五六个人已经加入 而且是交钱的 还有大概总共有八个人是新加入 但是还没交钱的 所以这一次呢 应该要晚上再 再让今天下午没来上课人 报名应该会超过四十个人 可能这个又要伤脑筋了 又要伤脑筋了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算小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上课的地点 重新铺在AI建筑跟 跟那个北台建筑师的里面 怎么样走 从这个台科大大门进去 左转以后 怎么走到这个我们的 教室 易阳 易阳大楼的二楼 或者从另外一个 像子进来 我那个图上都写 像是季老师提供的图像 都可以显示出来 怎么走 那我希望这五个 目前已经是在上面的 我来稍微念一下他的名字好吗 这这几个人可能是需要多一点 林伟长 林伟长还在吗 林伟长 林伟长 李市长好 我在 他是新加入的 3816 还有胡良伦 这也是新加入的 陈文锦博士 张纯慧建筑师 罗开元建筑师 这五个人已经表达 要提早去上课的 请泽智老师或启明 多给他们一点 多做一点说明 因为他们很想能够先了解 原来到底差在哪里 那其他的还没有处理完毕的 我们就继续处理 继续处理 大概就这样 今天报名的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现在报名的超过25个人 晚上还没公布呢 能够公布下去恐怕更多 以上是我对这个的补充 那假如有没有其他问题的 有问题尽量的问 不然的话 就让达智老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有人要讲话的 刚是不是有人在讲话 我刚听到有人在讲话 好 没关系 好 这个叫Alan胡 应该是胡凯 胡凯 胡凉伦吧 应该是胡凉伦 好 那这些 还没有其他 这个需要问哲智老师的没有 没有的话 再给各位两三分钟的时间 提出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要早点休息 让达智老师 昨天也上课上的很晚 待会又要两个小时 他很累 好 那假如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给达智老师鼓掌一下 我们谢谢他 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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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